这是我们一个宣的地下室的装修工程 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怎样搭框架 怎样做framing 昨天我们做了一天 昨天也是第一天 我们下来以后 先从左手开始 左手是机房和储藏室 按照主人的要求就是 把前面一堵墙从左边到右边一堵墙隔过去 我们就准备从这里开始 从这个暖风的回风管上面开始设一堵墙 从前面这堵墙开始 一直到这边 一直到这边 然后我们准备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开一个门 因为这边是机房会有搬入搬出 需要大一点的空间 36寸的门 我们从这边开始看起 原来这个builder的设计出路是 这里是有个卫生间的 所以给留了一个马桶的下水 还有这个洗手盆的下水 但是我们考虑如果卫生间装在这里 就会把这个整个空间破坏掉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到了里面 一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不用的卫生间的下水和洗手盆的下水呢 就准备把它切掉 用那个用盖把它重新堵上 然后打平 这个是要这样处理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水管 水管在这里呢 一直从机房通到 通到南边 这管子要移一下 因为如果是我们把这个drywall 搭在ceiling上了 如果不移的话 要加一层木板 就会把这个ceiling 放低了 所以我们想把它移到 靠着这个回风管 然后我们包box的时候 把它包在里面 这是这堵墙的fram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过来 然后这有个下水管 下水管 就准备把它包在box里面 我们准备把它包到一半高度 上面做一个小平台 可以放花什么的 然后因为主人要求 这里要留一个上水和下水 所以我们准备也把这个上水和下水 放在这附近 一起包在这个box里面 这个区间呢 就是两个卧室的区间 我们搁了两间卧室 正好利用这个前面这个 一个下水管和这个支柱 钢梁里支柱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钢梁远一点 看这个钢梁里支柱 基本上以这个为分界线 把卧室 两个卧室区和整个这个大厅区隔开 然后过了这个卧室区呢 就是这个我们把现在的卧室间放在这里 就是充分利用这一块空间 因为如果这里 这里不用做卧室间的话 把卧室一格 前面是个楼梯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个楼梯 也是我们走下来的那个楼梯 还有一个往上走的楼梯 这是两部分楼梯 如果是 不把卧室间 不把卧室间放在这里 就这个空间就相当的浪费 而且是拐来拐去的 所以呢我们就把卧室间挪到了这里 这样的话就是地下的这个管道要重新的走 我们昨天已经把它全部把这个打开 从准备 我们知道那里有个下水管在前面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水是往外走的 下水一定是走到前院的 所以一定是往这走 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这个管道 然后一直要打到里面去 把马桶的下水 把shower的下水 把洗手盆的下水 从这里走进来 我们看看这个卧室间的这个尺寸 把卧室间就是门设在这一边 设在右边 一进门前面是洗手盆 大概20寸 有个小一点的洗手盆 还有在旁边就是马桶的蹲 马桶的蹲位 在这里 大概30寸 然后这个整个里这个是7尺半 剩下的就是沙鲁 沙鲁是一个横的 这样的话就 沙鲁这个宽度是5尺 标准尺寸 我们使用那种 不是那个浴缸那种沙鲁 是直接是铺底的沙鲁 浴缸也是标准是5尺 所以呢我们使用标准的尺寸 宽度大概40寸 是很舒服的 然后这边因为是和卧室相邻 所以这两面墙 前面和左边这面墙 我们都准备加上隔一面 OK 我们来看看两个卧室 这是一个大卧室 大卧室的尺寸是 长11尺 11尺多一点 宽是9尺半 原来这个暖风管呢 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暖风管是 基本上靠了前面 那个 靠了前面这堵墙了 然后我们把它 把那个管给它截断一部分 把它挪到这里 就是这样的话 如果前面放床 就不会有暖风直接吹到 床上 然后这一个暖风管呢 我们将来下一步 包那个box 这边有个水壶的开关 是通到后院花园里的 水壶的开关 将来要留的一个 一个维修口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 这边就是这个 中间就是钢梁 和支柱 然后有那个暖风管 所以呢我们 然后这个大卧室呢 就用了一个 隔了一块大的空间 做衣橱 就是这是一个 这是大大卧室的衣橱 然后小卧室呢 就就在这里 这是小卧室的衣橱 小卧室 小卧室 大概放一张 吞塞的床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小小少人床 没问题 为了放这张床 我们这个门口 开那个门 我们废了一番四辆 本来想应该放在 靠墙这边 就不和前面那个 移出的门相干扰 但是考虑这个床 可能是放在靠墙的位置 就把门还是挪到这里 挪到这里 就是说这个门开进来 门朝这个衣橱的方向开 开进来以后 把门关上 再开衣橱的门 这就是小衣橱 24的门 所以留了26的 现在26的这个frame 大卧室里 这个衣橱呢 是 现在的尺寸是50寸 加上两边的这个drywall的话 可以达到48 48也就正好两个24的门 看看是做门还是做拉门 小卧室的尺寸呢 是 是 这种长也是九尺半 这种宽是 七尺半 上面是暖风管 是有一个去风 有一个是回风的 左边呢是供风管 右边呢就是回风管 你看前面有个口 为了不 不让灰尘跑到楼上 我用一个袋子先暂时把它堵起来 然后呢这个回风口将来我们要把它挪到 往中间改一改 然后再加一个进风口 进风口就准备从这个 啊这个 纸盒子 纸带的这个 接出来 包 直接通到box外面 这边要包一个box 直接通到外面 这个水管 要改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是要包一个罗马柱 啊 这就是这个下面这个楼梯下面这个的处理 我们准备啊 顺着这个 卫生间的 右边的这个墙再出来 出来一点点 然后 啊 然后让我住着来看 在这个楼梯下 啊 开一个门 啊 可以作为储藏室 啊 我们就 这个墙的 这个墙的位置呢 就是平的上面 平的上面 上面到平的位置 就是墙出来的位置 然后就来开一个门 这个是拆下来的5寸啊 封管 啊 它是从这个位置上拆下来的 原来是从这里一直通到 通过这里 你拐弯出来 然后走在楼梯下面 一直走到楼梯下面 然后楼梯下面 然后楼梯下面有一个出风口 可以看到吗 现在已经把它堵起来了 这个出风口是在这个楼梯之间的洗衣房 因为考虑到作用不大 而且 啊 妨碍我们的这个 空间 所以就把它拆掉 啊 将来 就准备在这个位置 就准备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加一个出风口 做framing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工具 就是这种红外线 非常有帮助 可以上下垂直 也可以 啊 确定这个 墙里走向 这个我们就叫它天地铁 就是 啊 搭这个墙里 用的 用它和这个2x4 木方 啊 形成 搭成墙 所以我们搭这个墙的时候呢 就用这种 啊 红外线的水平仪 然后 可以把它调 去上下是 在一个平面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 很直 而且 很省事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能不能转到墙上 OK 啊 墙上也有这个绿线 就这样来打这个墙 均 好 好